A.I 繪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上夏天 今天帶來美圖秀秀的A.I 繪畫給各位看 我們要來實測呢 A.I 能把車子畫成什麼樣子喔 最近A.I 畫圖的這個話題其實還吵得蠻沸沸癢癢 甚至延伸到了車圈這邊 所以就看到很多人把車子的圖片拿去給A.I 畫 而且都得出了蠻新奇的東西吼 所以夏天今天就要自己來實測看看 然後分享給各位觀眾看喔 我們今天也挑了幾張比較特別的圖片 看一下A.I 會怎麼去辨識 好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還沒訂閱的觀眾朋友們幫我按個訂閱 打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有趣的新影片 那我們馬上開始 我們先來試試GTR R35好了 而且是有LBWK套件的 就這個寬體啦 我們看一下原圖是長這樣子的 它有四元尾燈然後大尾翼 跟寬體套件 我們看一下A.I 會把它做成什麼樣子 好 已經出來一張了 誒 四元尾燈變成兩元尾燈了 側邊的話呢 它的寬體變成跟車身是連在一起的這種設計 不然原本的是釘錨釘上去啦 這個就連在一起了 然後尾翼的話呢 是從後面的玻璃延伸過來的 看那兩個支架有沒有看到 然後車尾也變得比較防 像是R34這樣子 再來看另一張 哇 這怎樣 這變得好像是GR86 有沒有那種感覺 它的尾燈 啊 你看一下它那個車標 車標變成SUBARU的啦 我的天 誒 其實還不錯誒 不過能把GTR R35改成GR86 這AI也是蠻天馬型空的 但是尾翼的話怎麼斷掉了 這個就是它的一點小瑕疵啊 我們來看第三張 哦 這個就不錯了 這個有GTR的味道出來 終於把四元尾燈畫對了 尾翼的話呢也是不錯的 不過感覺蠻歪的 啊 側邊的套件 AI也是蠻會看這個寬體的哦 而且還做了一些進氣孔 不過還有一個點就是尾巴的分流器 會不會太誇張的一點 這麼多格子是要怎樣 這根本是鬆餅吧 再說排氣管怎麼不見了呢 可能是把它藏在這些鬆餅裡面 好 那這張就先這樣 我們再來去看下一張吧 再來夏天拿一下 KARBAKING裡面的圖 讓AI來作畫看看 這個藍寶堅尼這台 還有塗裝的 哦 已經畫出一張了 哦 這不錯誒 這有那種阿斯拉的感覺 有沒有 非常的Cyberpunk 它把尾翼跟車身連在一起了 車頭的話變得比較圓潤 車燈也是 再來另一張 這個 這個就沒那麼好看了 車頭燈變得更圓 有點像F430 法拉利的F430 車尾的話就沒什麼變化 再來這張 哦 這張呢 車尾跟側邊其實都還不錯誒 而且你們可以看到 左邊的車尾那邊 它多了一個小翅膀 可是右邊的話呢 就沒有了 它沒有把它做得非常對稱 可是底下的 側群那邊呢 看起來設計也是蠻複雜的 這還不錯 車頭燈的話呢 它也是把它變圓了 而且我發現了 AI也有把車子變寬哦 還加了一個我們車圈內很常講到的 白改降尾先 它把車身降低了非常多 輪胎都已經跟輪拱貼在一起了 這個也做得蠻棒的 我們再來去看下一張 再來看一下哦 夏天自己最愛的 麥拉倫600LT AI能把它畫成什麼樣子 我們之前也有拍過介紹這台模型車的影片 各位可以點右上角資訊卡去看看哦 好 已經出來了 哎 這張 哇塞 這是怎樣 車頭是做得還不錯 不過車門是發生什麼事了嗎 為什麼車門的後面被削掉了 中間還夾一顆頭 這是什麼命案現場 這張有點奇怪 而且車門看起來也是沒辦法跟車身貼合的 這感覺就關不起來 我們再來看另一張 哇這怎樣怎麼把麥拉倫變得那麼圓啊 這個我不能接受耶 而且門也蠻奇怪的 他沒有把門畫好 但至少沒有那顆頭啦 到底為什麼會出現那顆頭 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車燈的話 他把它變得更遠了 而且麥拉倫的那個倒勾就不見了 我們再來看另一張 哦這張好有感覺哦 我覺得這張真的做得很好 有沒有看到他的車燈呢變成 直接變成三角形了 消除了圓潤感 但是同時倒勾也消失了 他把我們看一下哦 圓圖的車頭的那邊不是有一條線直接拉下來嗎 他把那條線呢 直接變成了進氣孔 那底下的空地套件呢 他也重新再調整過了 而且車頭變得非常非常尖 他直接可以很明顯的看出 那裡有一個三角形的樣子 再來呢 他也把它變成敞篷畫了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裡面的椅子 而且也沒有車頂的樣子 但是圓圖好像沒有椅子耶 他到底怎麼想像出這個椅子啊 哦我還發現一個點 他的後照鏡怎麼跑到側面的門板上呢 這就有一點不合理啦 不過畢竟是AI化的哦 所以我們就不追究了 再來去看下一張 我來看看 AI能把F1畫成什麼樣子哦 那F1也是蠻複雜的 誒 哦這張沒什麼變化耶 他就只是加了一些背景的東西而已 來其他兩張還在跑 我們看一下 誒 這個也沒什麼變化耶 圖裝有變啦 然後車身的話就 跟原本的比較像 而且非常奇怪的就是 他的車頭變得很細 然後彎來彎去就比較不合理 他加了下雪的背景 再來另一張 哇哩這個車手的頭 怎麼跟車身連在一起了 真的是貨真駕駛的 人車合一啊 好啦 AI畫F1好像就沒那麼厲害了 我們就再來去看下一個吧 再來最壓軸的東西 我們拿 Lamborghini的Vision GT 這麼賽博龐克的車來給AI畫看看 看他能不能畫得再更前後一點 還是他會退化呢 誒已經畫出來了看一下 誒 這張的車頭還蠻帥的 他把這個原本是Y字型的車燈 變成連在一起的這種了 這設計還蠻酷的誒 而且車燈中間 他還挖了一個進氣孔進去 但是車頭跟車尾好像被裁掉了就看不到 然後車頂跟擋風玻璃也比較不合理哦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裡面的駕駛座 再來另一張 哇這更帥了 這張我喜歡 這張非常有賽車的那種感覺 而且就真的像是從未來跑來現代的車子 車頭燈的設計 我真的覺得AI畫得很棒 而且車頭燈的位置也是蠻特別的 他是直接從側邊延伸到前輪拱那裡 然後塗裝的部分呢 他把原本的墨綠色 再多了一個紅色去映襯他的顏色 而且為了讓他更搭一點 他連輪胎上面都做了這個紅色的邊緣 非常棒這張 再來看這個 呃這個 哦 好像也不錯呢 車頭Y字型好像也是不見了 不過他多了另一個頭燈出來 其他部分也沒有不合理的地方 唯一他也有改啦 然後側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那一大堆很複雜的線條 他也重新再整理過了 不過就變得比較沒有那麼好看一點啦 好啦 那今天的測試就到這邊結束啦 各位也可以自己去下載美圖秀秀 來看看這個AI作畫 把你想要的車子拿上去給AI畫 他一定會給你各種驚喜的 那各位給AI畫完之後 也可以來留言跟大家分享 你的AI把車子畫成什麼樣子了 這真的還蠻特別的啦 我們再看看之後有沒有其他機會 再來讓AI畫車子的東西喔 好 那如果你喜歡的賽車遊戲或者是賽車類型的影片 歡迎訂閱夏天的頻道 也記得幫這部影片按個讚吧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by bwd6 我們下集再見囉